我覺得可以用 他用了一個比喻我覺得非常好就是 慢性窒息 大家好我是Barnier的Steven 今天我又非常難得的要來跟大家聊聊天了 因為我前面看到有蠻多的觀眾會到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講說 韓國會後面然後要小心一點點 其實現在韓國呢 他算是已經整個控制跟恢復過來了 那我覺得大家應該會非常好奇 就是在早期的時候 整個新聞把韓國爆得好像那個COCO-19 快把韓國淹沒了 然後每天爆發的CASE的數量非常的多 可是好像到後面就無聲無息 然後排名越來越靠後 所以今天我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憑什麼韓國可以恢復的這麼快 那今天的影片我在聊的時候 我會盡量參雜各國的語言在裡面 去干擾Youtube的AI 甚至我一直在花時間跟他做對抗 那我還會把大家都知道一個東西 把它稱作KOKOKO SHIKU 大家看字幕就應該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那現在我們就來聊聊 我覺得在聊韓國為什麼恢復的這麼快之前呢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聊一下 目前SEGA的時候 對抗這個KOKO SHIKU 主要分成三種方法 那有各自代表的國家 那首先第一種方式呢就是 在一開始就把KOKO SHIKU給擋在門外 就像是TAMAN TAMAN因為在 我們在17年前吃過悶虧 所以We don't trust anybody We just trust ourselves 所以從一開始呢就使用各種的方法 把KOKO SHIKU給擋在外面而成功 到目前為止算是成功擋下來的 以台灣為代表 然後接下來兩個是KOKO SHIKU跑到國內了 然後也呈現好像越來越多的趨勢 可是採取了兩種不同處理的方式 其中一個國家呢就是 就是沖壺 呃在講沖壺之前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就是 其實這個KOKO SHIKU呢 它擴散的方式呢 就有點如果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比喻的話 我覺得有點像是撞球台 大家都知道撞球的規則嘛 就是桌子上有一顆白色的球 然後還有其他不同顏色的球 那我們就可以把白色的球呢當作PASSION ZERO 然後我們把其他的球呢當作NORMAL的CITIZEN 當白色的球呢衝向其他球的時候 一旦他開始撞擊第一顆球的時候 呃這第一顆球呢就會開始去撞擊其他的球 而造成一個連鎖反應 所以過不了多久 如果桌子上球夠多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個撞球台上 到處都是球這樣撞來撞去撞來撞去 所以大家應該透過這例子可以非常理解到就是 KOKO SHIKU它擴散方式呢就是 它的前面的曲線是很平的很緩的 可是一旦到後面每顆球都已經在互相撞來撞去的時候 它的FACTORNUMBER就會是急劇拉高 我相信大家現在看到US跟EUR那邊 應該都已經可以體會到這個感覺 喔中共呢大家都知道它是空殺主義 那這種方式呢就導致說它的權力是高度集中 可是做幾次來非常的有效率 就像他們後面在當時他們採取了 其他國家沒有辦法想像的一個方式 就是LOCKDOWN THE WHOLE CITY 而且他們的LOCKDOWN呢執信起來是非常的有效率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們的CITIZEN HAVE TO STAY IN THEIR HOME THEY CANNOT GET OUT NO MATTER WHAT 這也讓他們在短短的1 MONTH OR 2 MONTH起來 就感覺是整個曲線都是壓平的 可是雖然說他們的空殺主義呢 在後面他們做的起勢來是非常的有效率 可是問題就是他們也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們下面的LOCAL GOVERNMENT OFFICE 沒有足夠的權限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的 December跟January的時候 The Patient Zero開始有點冒出來的時候 他們錯過了這一段黃金的處理期 而導致後面說他們需要 使用這麼強勁的一個手段就是LOCKDOWN 來控制這個整個情況 我覺得這邊我可以用一個 我前面在網路上看到的例子 我覺得它形容的非常貼切 LOCKDOWN呢就有點像是掐住這個CITY的命脈 我覺得可以用 它用了一個比喻我覺得非常好就是 慢性窒息 大家現在可以想像說自己在一個湖上 就是周圍沒有任何的東西 然後你就飄在湖水的中間 然後遠處呢有一個POINT GAS開始飄過來了 唯一的方法你就是潛到水裡面去躲這個POINT GAS LOCKDOWN呢就有點像是把整個城市壓到水裡面 因為它是讓整個城市的一個經濟活動給整個中斷 那大家都知道整個城市的經濟活動中斷 你基本上來講這個城市就失去了活力 它就有點像是在城市裡面按下了暫停鍵 所有的經濟活動都暫停了 那你不可能是無限期的去終止它的整個經濟活動 因為人民要吃飯嘛 所以就變成說你什麼時候實行LOCKDOWN的時機是非常重要 其實大家透過這個比喻呢 也可以了解這一點就是 當一個POINT GAS開始飄過來的時候 你會挑在什麼時間潛到水裡面 你會很早潛下去嗎? 不會 因為你有可能在下面氣不夠了 可能你要沒有氣要浮上來的時候 上面的POINT GAS還在 可是你會太晚 你會很晚才潛下去嗎? 也不會 因為你太晚潛下去 POINT GAS已經飄到你的面前 你甚至已經可能已經吸入了 然後已經要掛掉了 所以最好的潛下去的方式呢 就是在POINT GAS已經快要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再深吸一口氣潛下去 這也是為什麼各個國家在實行LOCKDOWN的時候 不是說你越早LOCKDOWN越好 或者是你越晚LOCKDOWN越好 它是有時間點的 那我覺得這次在目前來講 實行LOCKDOWN的國家拿讓中 我覺得有一個國家它挑的時間點非常棒 就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他們這一次韓國一樣 就是他們有一個patient 也是跑去一個非常多人的一個meeting裡面 導致說cross infection 那他們的政府官員呢 在CASE 他們就實行LOCKDOWN 我覺得時間點是非常的剛好 可是目前看起來 這個的LOCKDOWN的效果如何 是取決於各位馬來西亞國民 如果你們大家都願意乖乖的stay and home 我相信這個LOCKDOWN 應該不會再延長 或者是頂多再延長兩個禮拜 可是如果很多人跑到外面去串門子啊 那你們只是就是延長 把整個馬來西亞壓在水裡面的事件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方法呢 就是韓國代表的方法 韓國他們呢 跟中國一樣 就是康康序已經跑到國內了 然後也跟 也是因為有一個patient呢 跑去了一個非常多人的場所 然後導致這個病例是呈現一個 然後Going High 的一個情況 韓國呢並沒有像中國一樣實行LOCKDOWN 因為LOCKDOWN呢 雖然說他非常的有效 可是他會付出非常非常大的經濟代價 那韓國就想說 欸我真的是不想實行LOCKDOWN 因為我不想要造成那麼大的一個經濟損失 而且韓國因為在當時他是比較早期的 他除了中國以外 他並沒有可以效仿的一個國家 就是在處理這個Coco Xigu的一個事情上面 他除了中國 他看到只有中國的LOCKDOWN以外 他並沒有一個其他辦法 然後韓國呢就在這個時候 他們走出了自己的一條路 在目前看起來是非常的聰明 也是非常的有效 就是大量的Healthy Screening 去找出染上了Coco Xigu的人 大家從前面那個撞球台的例子 就可以看到LOCKDOWN呢 就有點像是 呃在球撞來撞去之前呢 他們就把每顆球灌在房間裡面 讓他沒有辦法去撞到其他的球 那韓國採用的這個大量的Healthy Screening 就是我不想蓋房間把這些球給關起來 可是我趕快想辦法把沾上了Coco Xigu的球給拿出來 讓那些被感染上Coco Xigu的球呢 不會去撞擊到正常的球 而讓正常的球也去感染上Coco Xigu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方式 他最後達成的效果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韓國會使用這種方式呢 其實是剛好他符合幾個點 就是他們這一次Coco Xigu整個爆發的一個LOCKD 是在TK區域 那TK區域他剛好人口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也就是250萬人 在韓國你做一個Healthy Screening的一個成本價 格是13萬到15萬的韓幣 將近4500台幣一個人 依韓國的財力呢 在這個250萬人的TK區域 使用大量無限制的一個Healthy Screening 依他們的財力是辦得到的 可是如果今天爆發的不是在TK 而是在收爾或者是撲散的話 那韓國政府還會不會使用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另當別論 那韓國人採用這種大量Healthy Screening的方式呢 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們自己國家有在生產這個Healthy Screening的Test 那為什麼他們動作會這麼快 主要是因為他們也吃過門窺 就像台灣一樣 我們台灣是在03年吃過門窺 只是韓國呢是在修紑 是在那個MERS 他們那個時候有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在第一個Case 在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他們的藥廠呢 就已經開始在做準備 並生產這個Healthy Screening的Test 所以到February中期 他們就已經有足夠的試劑 來實行大量的Healthy Screening 把這些已經染上COCO西菇的人抓出來 並阻止COCO西菇進一步的Spray 所以講到目前為止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韓國走了這個方式呢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就是他們剛好符合這幾點 爆發的Location呢 在人不是非常多的偷襲 然後他們自己剛好有生產刺激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 他們的政府剛好財力足夠 可以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以上講到目前為止 大家應該就可以非常的了解到 就是目前世界上來講 對付這個COCO西菇 所採用的一個三種方式 那在後面呢 我也真的是不得不承認 韓國人他們在做某些事情上面 真的有非常他們自己的一套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 Steven呢 在宏大跟大家聊的 韓國評審們恢復的這麼快 特輯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